再一次 那還有幾個問題 就是它的耳機呢 因為前面有一個矽膠耳塞的部分 那所以 那還有幾個小問題 就是它的耳機前面有矽膠耳塞 所以呢 你放回盒子裡 需要一點小小的技巧 它才可以順利的放到盒子裡面 有的時候會卡在上面 沒有辦法順利放進去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蓋子的部分 每一次使用 我都覺得這個蓋子有一點快要解體 就是它的塑膠石 那還有幾個問題 就是它的耳機前面是一個矽膠 所以你放回盒子裡面 你需要一點技巧 才不會卡在盒子上面 還有幾個小問題 就是它的耳機前面有矽膠 所以它放回盒子裡面的時候 需要一點小技巧 不然它就會卡在盒子上面 裝不進去 那還有幾個小問題 就是這個耳機前面有一個矽膠 所以你放回盒子裡的時候 你需要一點小技巧 才不會就卡在盒子上面 裝不進去 那還有另外一個小問題 就是這個小小的蓋子 每一次使用 我都有感覺 就是我覺得 它的塑膠用料 有點太輕薄了 就變成 有點廉價的感覺 好像 一個貴貴的耳機 這個蓋子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廉價的感覺 如果像是AirPods那種比較紮實的塑膠用料 那我覺得整個質感會提升非常非常多 因為這是每次你使用 都要打開關起來的部分 就...